那現在呢我們就來持續更新山頭颱風的近況嘛 那因為它的強度其實相當的強烈 而且呢它又是從這個北高雄登陸 那我們剛剛其實有提到它登陸的方式呢 其實是從這個西南側對往前走一個S型 對那因為少了這個中央山脈的屏障嘛 所以與市會相當的強烈 那其實這個它的這個走法呢很特別之外 它其實呢與1977年的賽洛馬路徑相當的神似 那當年這個賽洛馬颱風呢其實就重創了高雄 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還有經濟損失 讓很多人都印象深刻 那麼這次的山陀呢增強為強臺哦 就會成為史上第一個登陸高雄的強臺 而南部的年輕人呢也將見證此生最大的風雨 據了解1977年的賽洛馬颱風路徑詭異 抵達巴士海峽時回馬槍 以反S型路徑轉向北北東 在7月25日上午9點10分自高雄附近登陸 清洗高雄港 造成至少10艘的船沉沒或毀損 部分交通中斷 更有許多地方停電 而除了供電系統遭到破壞 還有不少工廠被吹損 公司 公司營工業損失極為慘重 農林漁木也受災很大 水利以及糧農損失新台幣數十億元以上 當時總共造成了37人死亡 12人失蹤 298人受傷 還有3000多間房屋全島 2萬多間房屋半島 讓許多老一輩的高雄人記憶猶新 另外氣象粉專也指出 氣象屬預報明天山陀爾 將會轉為更強烈 而歷史上完全沒有遇過強台 登陸高雄的記錄 原本可能很罕見 成真的話就會變成史上首劍 以上呢就是這一節山陀爾颱風的最新動態 那大家待會兒呢 如果有這個最新的消息 我們都會隨時為大家插播 接下來呢我們轉換焦點 帶大家來關注一下社會新聞 新北市土城分局的清水派出所所長劉忠欣 他在9月30號的時候 深夜他在巡邏 結果呢他巡邏行進地檢署附近 要攔查一輛微停的轎車 沒有想到這個女駕駛他不願意下車 而且呢還疑似心虛 立刻是踩油門加速逃逸 那那時候呢 劉姓所長他是勾著車窗 於是呢他就被這個駕駛給帶著了 一路被拖行了大約500公尺左右呢 這名駕駛還疑似要蓄意撞擊為籃 導致這一名劉姓所長是當場不幸殉職 而這一名女駕駛 他在肇事之後則是加速逃離了現場 並且汽車逃逸 警方巡献在今天凌晨的時候 在土城的中央路一處民宅 逮貨這一名83年次的女子 陳佳穎 派出所所長藍茶微停車輛 女賭場近踩油門 拖行所長約500公尺 還刻意去轉護欄 所長當場死亡 這起殘忍事件就發生在昨日深夜 新北圖城分局清水派出所所長 劉宗欣 在地檢署附近藍茶一輛微停轿車 並要求女駕駛下車 沒想到女駕駛疑似心虛 竟踩油門加速逃逸 當時勾著車窗的劉姓所長 一路被拖行約500公尺 從現場監視器畫面可以看到 當時這位女駕駛還刻意駕車 靠近內側分隔島 就是要讓劉姓所長去撞擊石工護欄 所長遭重擊後鬆手 當場倒地不幸殉職 女駕駛還加速逃離現場 在汽車逃逸 近日清晨 警方巡線在中央路一處名宅 找到這名女駕駛 毒品人口83年刺成家營 被大批警力帶回警局 詳細案情仍待調查釐清 而根據瞭解呢 遭中的劉姓所長相當優秀 他不但畢業於建國中學 後來繼承父親的志向投身警職 還是警察大學碩士班畢業 從警後工作態度也十分積極 性格猶如拼命三郎 獲得不少長官的讚賞 沒有想到如今傳出噩耗 讓人感到相當遺憾 據瞭解劉宗欣所長已婚 育有兩個孩子 畢業於建國中學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系新聞組 後來因為父親從事警職 便毅然決然繼承複製 投考警大研究所 畢業後呢 從警約十年 擔任過淡水三支分駐所所長 淡水主委派出所所長 土城派出所所長 後來才就任清水派出所所長 而同仁描述 劉宗欣工作態度十分積極認真 遇到事情身先士足 親力親為 宛如拼命三郎 淡人也十分謙和有理 不料如今卻傳出噩耗 令警戒相當遺憾 接下來呢 要帶大家持續關注的 就是新北地院少年法庭 在昨天呢 審理這個社犯國三男學生的 割警命案的乾哥乾妹 昨天呢是依照這個殺人罪 就判持刀行凶的15歲郭姓乾哥 是9年的有期徒刑 那引起事斷 這個15歲的林姓乾妹呢 則是8年的有期徒刑 因此呢 就被外界通批說 疑似是有輕判殺人暴行的嫌疑 但是呢 這個少年法庭的判決理由 就指出說 其實兩個人是適用這個 未成年人的減刑事由 而且呢 在審理期間 他們已經可以漸漸的察覺 並且反省自身的過錯 以及不當的言行 希望未來可以藉由較長期的矯正處遇 來導正兩個人的偏差行為跟觀念 而郭姓少年的父母 以及林姓少女的父親 昨天都陪同兩個人來開庭 庭後呢 這一名郭姓少年的父親就表示說 自己有向死者的家屬道歉 還說兒子只是比較愛玩 等他回來 能彌補就彌補 乾妹降縮乾哥 砍死學校同學 分別被判8年與9年徒刑 新北地院IP輕判 說是因為這兩人 已經逐漸察覺反省 乾哥父親更說 兒子比較愛玩 等他回來再彌補 回顧案情 去年12月底 新北某國三女學生 到別班找朋友聊天 被該班同學制止 女學生便要同年級的乾哥 替他出氣 乾哥盡持彈簧刀 狂砍同學投緊石刀 這名郭三生當場大失血 送醫後生中不治 昨日新北地院少年法庭 依殺人罪判乾哥9年 乾妹8年徒刑 並表示 兩人適用未成年人減刑事由 且被收容期間 以見能覺察反省 自身過錯 乾哥的父親 昨日也現身法庭 露出大片包手包腳刺青 向遇害男學生的父母道歉 並表示 兒子比較愛玩 等他回來能彌補就彌補 但被害家屬仍無法接受 怒視乾哥乾妹 在法庭上裝乖裝哭 司法也完全向 扎害者一方傾斜 難道那兩個兇手犯的錯 就該由乖巧董事的孩子 來承擔嗎 全案仍可上訴 而針對這樣的判決 楊姓少年的父親 痛疲司法已死 另外 新北市議員 十一佑還指出 郭姓少年在出庭的時候 態度相當惡劣 從頭到尾都沒有認錯 甚至還稱 人不是我殺的 刀子不知道怎麼飛進來的 讓他氣得直呼 你聽得下去嗎 也讓楊爸爸一度哽咽落淚 對這樣的結果無法接受 表示一定會上訴 我剛剛已經有跟我的醫生講說 我一定會上訴 我覺得 這種感覺誰能夠接受啊 國三山歌喉命案 昨天宣判 死者楊姓少年的爸爸 隨後與新北市議員 十一佑 視訊氣到哽咽落淚 台灣的法律儀式啊 哪有殺人 只判九年跟八年 太可怕 對於遲刀砍人的干戈 國姓少年聲稱 不知道刀子怎麼飛進來的 楊父痛批 說不知道有帶刀進去 自己會飛進來 那他之前在早餐店 跟其他教室亮的刀 也是直接飛進來的嗎 乾妹妹林姓少女的公辭 這也讓楊父氣憤不已 之前剛開始的時候 他還叫他旁邊的人 去阻止他 不要多還錢吃 那是對的嗎 最後 我兒子已經喊在那邊的他 才說他有去阻止 阻止了屁 乾哥的父親在宣判後 只說兒子已經有悔意了 但楊父並不這樣覺得 把人上菜店都不肯承認 你說 一定會他有回過嗎 他當時都沒有給我兒子任何機會 然後只要輕輕地說 我又悔過了 這樣就可以了嗎 十一又也說 他與楊父都知道 有上司法在 不可能判死刑 但起碼也不要判這麼少 寬美幾年就可以假釋出獄 換個名字就大尾囉